欸!我先去賣襪子囉 慢走不送 那你很開心耶 所以你們的話就是覺得就是 要騙那男的出來嗎?還是怎麼樣? 我要思考一下 我覺得其實 約那男的出來是超級危險的 為什麼?為什麼很危險? 他都已經在做像這樣事情的人 他怎麼可能沒有任何準備 我覺得不合理啊 我覺得他一定是準備好才來的啊 那就是先把他... 就是假裝跟他在約炮啊 什麼? 假裝跟他約炮咧? 假裝跟他約炮? 可是我覺得很難那麼笨耶 就是做這種事情應該很小心 就如果是我 我會很小心啊 我會知道說 對方應該已經要有警戒 尤其是在出來的時候 對方應該 很有警戒 那在對方很有警戒的情況下 怎麼樣才可以讓他更慘 那...那要怎麼樣? 如果你是你的話 應該就成功讓他拍影片應該是最好的了吧 成功讓那個男的拍影片嗎? 讓那個女的拍影片喔 讓那個女的拍影片 讓那個男的拍影片幹嘛 會沒有人要看 讓那個男的拍...讓那個女的拍影片 人家在問我要怎麼救那個女的 不是這種事情根本不用救啊 就只要... 你只要去...那個啊 你只要直接那個就可以啦 你只要直接不理那個男的 然後自己跟自己的男朋友講說 我在外面傳了照片跟影片給別人看 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不是他影片又不是性愛影片 他目前影片也只是...可能是自拍影片啊 自拍影片... 他...他...除非他是名人吧 對啊...他如果不是名人的話 就看他...他...我也不覺得... 我也不覺得有可能震到哪裡去 那個朋友在直播界嗎? 說...我那朋友嗎? 對啊...你在直播界嗎? 沒有啊 很認真幹活 可是他長得...不錯 不錯也有個錯字啊 如果是跟我這種...女神比的話 當然是也是有差啦 男的因為見面是想打對方一頓 不是吧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應該就是想要... 覺得好片就...想辦法拿到那個... 留不住了啦 大優勢 沒有那個金額實在是聽起來太不合理了 那個金額... 可是他...可是那個... 我那個朋友他... 又講說... 他不是因為... 金額才給他 就是當下就是... 自己耍智障 因為他自己當下聽到也覺得不太可能 但他不知道什麼... 當下可能... 哪真金不對就真的給了 你是說對方會催眠術之類這種... 這種東西嗎? 還是什麼意思 而且... 而且他講說... 就是我... 我朋友的那個朋友 差點... 還跟... 差點... 要出門就是跟這男的幹嘛 幹嘛? 上床還要幹嘛 欸... 我們兩個一起下來了耶 你那個朋友還要跟這個男的上床 就是我的朋友 我朋友的朋友 到底有幾個朋友 我就跟你講喔 比如說... 我朋友是A好了 然後我朋友的朋友是B 就走... 從頭到尾就走這兩個朋友 就是... B差點跟... 買襪子的上床 然後A是我朋友 A的話是... 給了之後 他發現不對勁 就是人家好像用威脅的 他就是... 就是覺得他做錯事情了 只是我真的覺得很奇怪耶 那個男生 他的IG一看 就知道是... 假帳號 怎麼有辦法騙得了 他連照片什麼完全都沒有耶 不覺得很扯嗎 那B有給裸照嗎 AB都有給 就是... 女生先給 欸... B先給 然後... 他... 他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我跟你講 盒子肉臉 他說影片... 他有... 他有拿身份證 超87 這是智障吧 真的是超智障 那男的 很像那男的要求的 幹... 真的很蠢 所以他那個根本沒有救了 不會啊 其實就... 就直接不要理那個男人就好啦 怎樣不理 怎樣能不理 就都不管... 不管他做什麼都不要回他 會不會哪一天 我覺得不會 不會嗎 到底是在幹嘛鬥鬥的朋友 都跟鬥鬥一樣嗎 什麼東西 我會... 聰明 喂 請說 你會騙女生嗎 蛤? 你會騙女生嗎 我不會 我不會 怎麼會騙女生 真的 那為什麼其他男人 都是要騙女生 嗯... 因為你欠騙啦 因為你欠騙啦 那我在問一件事情假如是你 就是你今天有個女朋友 然後他如果做這件事情 那你是可以接受的嗎 你說拿了2400萬來找我嗎 那我怎麼不能接受 錢都到手了 那可是你那天生日 就是 他送我生日禮物是送我1200萬嗎 他送你一半 他送你一半 那你會建議也讓他嗎 我會很開心的跟他講 這份生日禮物完全送進我心裡 很會送耶 禮物很會挑喔 所以你真的會原諒他對不對 是到了耶 蛤 我覺得 我覺得金額到了可能就原諒了 那1200萬是到了嗎 1200萬如果只是拍拍照片的話 好像還行 有影片嗎 有XX影片之類的 這XX影片也沒差 那對你兩個都差不多嗎 差不多 沒什麼差 不是 我不覺得我女朋友有這種價值啊 那如果他 他讓自己成功提升到這種價值的話 那也蠻屌的 不是嗎 嗯 那會是你女朋友以後 可能 這真的可能是藝人還是什麼的 那藝人的可能是要過藝人嘛 都叫藝人了 哈哈哈哈 2400億 對啊 你錢拿出來 我就可以點頭嘛 2400億你OK嗎 不是我覺得應該是要看怎麼樣 如果是我發現的話 那應該不行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 他做了這種事情 然後做完之後來跟我講 那我覺得 可能數字高到一定的程度 我能理解 喔 被金錢所誘惑是很正常 我覺得很正常 太正常了 他幾歲啊 他跟我同歲 對啊 我說真的 聊天室很多人在那邊講 喔幹真的很白癡 幹嘛 如果今天現金放在你面前 你也會怕